面前是两盆桂花 这个是去年花友寄过来的一个裸根的 也是要死不活的 现在给救活了 然后下面这几个是我牵插的谈花 这个花友寄过来的谈花 我给它牵插的 之前这个谈花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这边是去年长烂了 这是今年又长出来的 不过现在这个状态是比去年要好很多 关键点在于你看 这是它的儿子 这边也是它的儿子 它好多儿子的 然后这个桂花现在是已经成活了 完全可以让花友去室外养护了 我们山东地区完全可以室外驾驭了 接下来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注意自己的日常养护 该施肥的施肥 然后这个是今年2月19号是吧 3月19号 今年2月19号花友寄过来的一个 也是一个裸根的桂花 来的时候也是要死不活的 现在也已经活了 但是这一个点大家要盖它一下 它下面嫁接的这种桩呢 都是流苏的根 在它桩子上长出来的这个 千万不要留着 一定要给它及时剪掉 要不然的话呢 它就会反主了 就是整个的就把所有的营养优势 全供在这个地方 好吧 关于这个伤口这个位置啊 如果不出现伤流的话 大家没有必要用伤口愈合剂 偶尔有一点小伤流的时候呢 大家从地上这样捏点这个土 稍微抹一抹就行了 没这么神秘 家里边有多菌磷 可以用一些多菌磷好吧 然后呢就上面这个呢 也是恢复了一个薄薄的生机 也是可以正常的施肥 这两瓶桂花呢 也是要给花友们寄过去了 很多的话说 老花一没看到你养的桂花怎么样 我这个就一旧活了 我就基本上该发回去 给他们发回去了 希望花儿没养的桂花呢 也会活蹦乱跳的 不会养桂花的臭板的 你可以翻翻我之前的 这个呢是咱们用纯泥碳土去养护的 就是老花一配好的那个土 有很多人说这个用这个泥碳土养不活 你看这不都是用这个老花一配好的泥碳土去养护的吗 活的都背好 好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有其他养护问题呢 可以视频下方留言 想要寄养的小伙伴 也可以联系我们后台 我是老花一 养花正常一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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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